就你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三十多年来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这个人权关注 是经历了怎么样的起伏变化呢 当然这么一个制度 如果有聪明的领导人 比较有效 同时也比较有大的灾难 比方说三峡大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那所以您说到这儿 我就突然想到 就是海外的中国民运 在相当一部分 中国普通的民众心目中 都是各立门户啊 互相抬杠啊 就是说简单的说 中国没有很多公民 一个公民知道 他的权利是什么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的自由是什么 这种特点在中国文化里 很难遏远 大家好 这里是观点 我是唐其威 今天的观点节目 我们的嘉宾 还是通过视频连线 访问的法国著名汉学家 玛丽侯志明教授 八九之后 很多流亡海外的印尼人士 预言中国政权 会在几年内垮台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国学者 玛丽教授如何解读这种误判 而现在我们所处的后疫情时代 又给中国的宪政民主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一起来听听玛丽教授的观点 那还有一种观察 就是这群流亡海外的流亡者 他们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 但是他们不管是思维方式 还是言谈举止 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这个党文化的痕迹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不同的政府 您的观察呢 对了 我记得八九年的夏天 我陪几个有名的义人 我们都一起到法国南方去见达赖拉玛 达赖拉玛总是又是一个非常友好 又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 但是那些义人士的嘴里 有这种不是中男轻女 而是中汉轻藏的这种态度 所以他们都说你放心 过几年我们会得到民主 那个时候我们会解决你们的问题 达赖拉玛 马上懂了他对面是什么样的人 他没有 没有加一句说我们自己处理我们的问题 他没有说 但是可能是这个是前两三年 我们在日内瓦参加了一个人权回忆 日内瓦经常有这些人权回忆 那个时候气氛完全相反 西藏人对汉人说了 你们看我们现在有我们自己的总理 我们有我们流亡政府的 他没有直接说 但是意思就是你们呢 你们已经到了哪 我心里说实话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他们说的对 但是原因在哪 我认为原因又在共产党的狡猾的能力 我发现这几年 共产党到处都在 在巴黎到处都有共产党的特务 在中国圈子里分哪个是朋友 哪个是敌人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因为很多很多特务都会躲在底下 你不会马上发现 他们有命令 他们有人物 而且中国人之间发现之后 他们还是不太相信 总是认为他们可能有人物 但是心里还是这种意思 不得不这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 妈妈爸爸等等 所以情况是非常复杂 那所以您说到这儿 我就突然想到 就是海外的中国民运 在相当一部分 中国普通的民众心目中 都是各立门户啊 互相抬杠啊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 其中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中共政府哪怕在海外 也进行了一些挑拨离间的一些背后的运作 那除了这些运作之后 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原因呢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大概啊 是中国文化 是一个非常重的负担 你是一个年轻的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中国人 你没有机会离开你的国家 你没有机会听别人的舆论 你也没有机会看别的国家的父母 怎么教育他们的孩子 所以你脑子里比方说 就是父亲下命令儿子的服从 而且儿子一辈子是儿子 所以一辈子要服从父亲的命令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周围的中国朋友在巴黎 经常会说 啊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我每次都以为是一个八岁 十二岁的人 不是 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人 我说你的孩子都三十五岁 你还说孩子 这个脑子里的这种态度 好像总是要有一个领袖 或者是父亲 或者是领袖 就是说简单的说 中国没有很多公民 一个公民知道他的权利是什么 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的自由是什么 这种特点在中国文化里 很难培养出 当时很多流亡海外的精英 比方说像刘宾月先生 他曾经预言北京政权 三年内必定垮台 那一些保守的估计 也说是这个 中国政府最多是可以 再支撑十年 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误判的呢 我又要说中国文化 一个中国人 永远对他的国家 感到一种骄傲 中国变成了一个 非常现代化的国家 不是所有的地方 但是大城市都是 非常现代化 包括命运分子 心里有一些 复杂的感觉 又骄傲 又失望 看这个制度不变 我记得很清楚 2008年之前 我们命运圈子里 有非常激烈的讨论 有的人是激烈的反对 在中国进行奥运 我属于这一类 但是在命运圈子里 有一部分人说 我们如果说我们反对 那么国内的人会跟我们 有非常大的不同意 他们也有这种骄傲 也要看中国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经常的状况里 你怎么进行一个比较清楚的判断 我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我不需要对中国感到骄傲 我就看这个人权的问题 那我看到也有不少海外的民运人士 指责西方世界因为这个经济利益 而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置若罔文 那就您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三十多年来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人权关注 是经历了怎么样的起伏变化呢 我发现八九的时候 我替人权呼吁 我一直是做很多演讲 很多访问 对面的人 我可以说百分的九十支持我 然后到了零八年的时候 有一个突然的就是 重新关心人权的现象 那个时候可以说百分的六十的法国人 支持我们所做的 然后奥运成功了 然后有这个上海的那个世界 波兰会 波兰会 也成功了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 那中国的制度是比较有效率 有的政治家开始说比我们还有效率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 这个差不多就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中国政府越来越自信 我们在法国要开一个新的飞机场 我们花了二十年的谈判 二十年的谈判之后 法国政府失败了 法国政府放弃了这个计划 你看这个区别有多么大 法国公民有权力 拒绝 可以花二十年谈判 然后政府失败 中国政府下命令 十五天之内就开始执行 所以当然这么一个制度 如果有聪明的领导人 比较有效 同时也比较有大的灾难 比方说三峡大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会将来引起更大的灾难 但是三峡大坝 他们做了 所以这种制度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非常大的可怕的方面 可怕的方面是这个污染 污染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最大的危险 就是这个污染 最近的这个病也是一种污染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 从去年十二月 从武汉爆发以来 已经蔓延到全世界各地 那很多声音说 这次疫情是让西方世界 终于认清了中国政府的真相 会联合起来杯葛中国 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则觉得 随着这个中国疫情得到控制 起码是官方的数据是得到了控制 您的这个中央集权的举国体制 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 您的观察呢 您说的对 一大部分的人的认可 包括西方人 但是西方人算是极少数的 我不属于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中国政府 因为2002年的时候 SARS病的时候 有一个勇敢的江彦勇医生 第二年2004年 江彦勇得了一个奖 这个奖他们想给那个医生说 你们帮助我们避免一个全人类的灾难 我们要给你们发一个奖 中国政府做了什么 就把这个江彦勇软禁 不允许查出国 不允许他得这个奖 更荒唐的是 2020年的2月份 江彦勇在哪 就是被软禁 不许跟媒体说谎 这是非常说明问题 他们2002年等了六个月 才进行正当政治措施 这次他们等了两个月 12月初开始有这个病 他们是1月24号才开始行动 就是说起码有整个一个月 他们可以进行措施 现在在英国有一个研究中心 说如果中国政府 提前一个星期进行措施 我们可以避免 45%差不多的传染 如果是两个星期之前 75% 如果是三个星期之前 是95% 95%的传染病 会被控制了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 罪人类的罪 那您觉得西方世界的这些愤怒 您觉得是会只是一时的 还是说等这个疫情如果过去了 最后又重新回到原来 就是中国话说 我过去也是不会完全重新回到原来 第一 比方说台湾的状况 台湾一直不能入这个机构 现在到处不是全世界 但是很多国家都反对中国的态度 认为台湾必须参与 有的人说下次那个会议应该在台湾举行 因为台北的进行的措施是最成功的 就是完全控制了这个传染病等等 所以如果全世界对台湾的态度有变化 那就不得不对中国大陆有变化 这个是两个放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希望这个台湾对台湾的变化 也引起对香港的一个比较坚强的支持 那关于这次疫情对这个习近平政权的这个影响 也是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尤其是很多海外的民运人士认为 这次疫情是让习近平政权大失明星 中国政府垮台已经指日可待 而另外一种声音则是完全相反 我不知道您的观察如何呢 我觉得两个可能性都有 一个可能性如果习近平的那个就是最近的圈子里 发生矛盾或者比较激烈的反对党反对派 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吉林又发生了这些一些案子 这个病的案子 共产党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抓这个省的领导人 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反应 而不去解决这个医疗方面的东西 你的反应每次都是砍一些头 那将来谁在哪工作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他肯定不会开口 不会说话 因为如果我说话 他们会说我办的事情办得不好 如果不说话 这个病会越来越严重 又会说我办的工作办得不好 所以这就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如果就是在这个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很多干部反对 说我们不愿意被看透 我们要负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做我们的工作 得到你们的信任 我们要当正常的人 如果有这个现象 那么有希望 我觉得希望总是存在 因为中国人 其实肯定的是不笨 中国人很聪明 问题他们什么时候不害怕 到现在害怕的原因太多太大 年少时的玛丽对政治并不感兴趣 因为来到红色中国 大半身都在为被边缘化的中国流亡者奔波忙碌 玛丽教授告诉我 她从来没有后悔过 可以为中国这些优秀的思想者 抗争者提供帮助 她觉得很快乐 很满足 好 观点节目 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唐祈威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